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这里呢 咱们来聊一下CBA聊一下辽宁队 现在呢 CBA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各支球队呢 已经集结完毕 将前往赛区进行进行前赛 辽宁队呢 在今年夏天也是非常的不平静 尤其是郭爱伦向辽宁队提出转回申请 也是引起了球迷的热议 现在郭爱伦已经正式的回归辽宁队 在新赛季 辽宁队还是有希望去冲击总冠军的 辽宁队在10月4日就已经启程前往赛区备战联赛 辽宁队现在已经签约了三大外援 分别是福格 莫兰德 还有第三外援桑普森 不过呢 在新赛季 莫兰德将会缺席第一阶段的比赛 在第二阶段才能回来 现在张震霖呢 也已经从国外特训归来 现在辽宁队啊 也是就等新赛季开赛了 现在辽宁队来新赛季的首发五虎已经正式的确定了 最让人意外的就是郭爱伦 郭爱伦竟然无缘首发 也是让所有的球迷啊都非常的意外 那么首发五虎都有谁呢 队长韩德军 富豪和张震霖 赵一伟和福格 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 因为现在郭爱伦他也是有伤在身 无法打首发 富哥打首发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们也是希望郭爱伦能够养好身体 希望郭爱伦早日恢复 能够打首发 我们也是希望辽宁队在新赛季 他能够有好的表现 继续的去冲击总冠军 好了 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